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名者》系列訪談 郭帆立志奋進中國電影 《東業化3.0時代》 《困獸北京首映》 鍾翰良 張兆輝重現片中 對致名場面 《無價之寶》 《歡樂又溫情》 張毅 潘濱龍 演繹中年男人 硬核帶瓦 前段時間 電影子部與夜行郎的 總製片人薩之磊 實名舉報某互聯網平台的新聞 引發了熱議 影視作品剛上線 就被非法盜用违規傳播 這樣的事件令人惋惜 引人深思 在信息傳播高速便捷的時代 盜版一直是電影市場的顽疾 那麼涉及侵權時 平台和用戶如何裁定責任 合法和盜版之間的紅線 又在哪裡呢 請看獨家調查 9月26號晚6點 電影《子部與夜行郎》 總製片人薩之磊發表微博 實名舉報百度旗下百家號 和好看視頻的兩個視頻帳號 無版權違規搬運 包括《子部與夜行郎》在內的多部影視作品 它是公然地對我們電影女 和影視劇的創作者公然地是在挑釁 深了說這是一種犯罪行為 現在我想要的就是咱們百度的一個態度 到底怎麼來處理這樣的事情 當時第一時間我是比較的憤慨說實話 是因為以往的盜版產品 它都是通過搜索引擎 搜索到第三方的平台 那這一次是直接在百度旗下的 官方的產品裡頭 不管是院線電影 還是剛剛上線的網絡電影 包括《風神》 包括跟我同時間 跟《子部與同時間》上映的 這個《上海灘》 吕良偉老師主演的 都有盜版的情況 在微博發出的5小時後 百家號官方作出道歉 並封禁相關違規帳號 但根據該帳號的播放信息顯示 一天內電影《子部與夜行郎》的 點擊量已超過10萬 這對薩芝蕾來說是個不小的打擊 其實10萬的播放量對於我們來說 相應的損失非常大 如果你去正常去折算的話 就折算正版 比如說愛奇的一些播放的 一些帶來的收益的話 就是幾十萬的一個損失 這個對於我們投資不大的 這個小成本的印來說 是非常非常可觀的一筆數字 一些聲量比較小的電影 很難會引起業內人的關注 但是我當時就是考慮再三 我覺得如果所有人都不發聲的話 這個沉默就代表著死亡 其實這樣的違規搬運情況 早已屡見不鮮 微信小程序 迅雷網盤等平台 均有違規帳號發布盜版電影資源 雖然各大平台都在竭力打壓封禁 但審核機制仍始終存在漏洞 漏網之餘依然活躍 那我們不禁要問 這樣的情況究竟應該 嚴懲賬號使用者 還是問責平台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咱們國家最高院出台的那個 關於信息網絡傳播權侵權 民事糾紛的一個若干問題的規定 然後以及信息網絡傳播權的這個條例 我們先說簡單的 如果說這個內容 就是平台自己官號發的 肯定它就是直接侵權 它需要承擔直接的侵權責任 那麼如果平台是參與了 也就是它跟這個號主之間 有一些內容發布上的合作 也會認定平台 它會是一個共同侵權的責任 如果平台它能夠證明 這個事兒不是我幹的 這個就是我的用戶幹的 並且我交了我的用戶的 一些信息證據 然後能夠鎖定住這個人的時候 基本上離不開一個 我們老百姓大的一個認知 就是你平台在這裡面 到底會沒婚禮 你到底有沒有利益 如果說你在這裡面有利益 那你就應當承擔 只是說承擔責任的限度 和高低的問題 今天講一部 由真實事件改編的高分電影 老電影究竟能好看到哪裡去 除了直接搬運全片 現如今分檢電影 解說電影等短視頻作品 也成為各大平台的熱門內容 這些經過二次創造的分檢視頻 又是否造成侵權 界限又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說這個二創 它不是說你用的這個比例多少 它對這個侵權的行為進行界定的 能夠跟著作權法 所明確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 像掛鉤的 一般大概主要就兩種 一種是說為了個人的欣賞 然後或者說是我個人的學習 我來做的這個事情 那麼另外一種呢 就是說我們所說的適當引用 為了介紹或者是評論某一部作品 或者是說明某一個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 是屬於著作權法認為可以免責的一種適當引用 但是我們回過頭來看 短視頻平台上的一些二創視頻 它能不能落入到這兩個板塊 個人的觀點是說很難落進去 通過對於現有的知名的影視劇的這些片段 進行分檢 切條 拼接 它的這個使用目的 真的是為了介紹說明某一部作品嗎 可能最本質的目的還是流量和粉絲吧 所以這個就是商業維度的問題了 隨著版權法律知識的普及 民眾的版權意識也在逐步提高 很多賬號的作者 在作品發布的同時 也會註明素材來源 明確發布本視頻不用於商業 若有侵權告知必删等字樣 而這樣的聲明發布 是否具備法律效用呢 如果說單看這幾行字 就是不管你的免責聲明寫成什麼樣子 其實到了司法裁判的環節 不會說因為你列了免責聲明 就不審查你的這個侵權行為的實質內容了 當然這種方式還是值得認可的 就是至少它能夠給權利人提供了一種 我發現侵權行為之後的一種溝通解決的通路 也就為便利和快捷地解決 著作前侵權爭議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如果大家商量著就能解決了 是不是就不用訴諸法律了呢 在信息高速傳播的今天 視頻平台應建立更好的審核機制 充分保護創作者的權益 創造一個更清澈的互聯網環境 合法觀影拒絕盜版 站在我們創作者的角度 還是希望能夠跟平台攜手 共同去完善 共同去打擊盜版 抵制盜版 然後更好地去完善相應的審核機制 相信盜版的現象會得到更好的意志 也只有這樣呢 我們才能夠更沉下心來去進行創作 帶給觀眾更好的作品 昨天國務院正式公布了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 下面有請金澤為我們詳細介紹一下 好的 各位 近年來我國未成年網民數量連年走高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勢在必行 國務院最新發布的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中 提到的網絡信息內容包括影視作品 短視頻內容等等 因此這一條例的發布 也與提供網絡視頻服務的平台信息相關 比如條例當中就規定 網絡產品和服務中 含有可能影響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信息的 製作 複製 發布 傳播該信息的組織和個人 應當在信息展示前予以顯著提示 同時條例當中還要求 網絡因視頻 網絡社交等網絡服務提供者 應當採取措施 防範和抵制 流量至上等不良價值傾向 不得誘導未成年人參與 應援集資 投票打榜 刷量控評等網絡活動 並預防和制止其用戶 誘導未成年人實施上述行為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 將於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在相關規定的引導之下 社會各界將共同努力 營造有利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發展的網絡環境 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說得沒錯 孩子是社會的希望 也是每一個家庭中的無價之寶 昨天由張毅和潘濱龍主演的電影《無價之寶》 就發布了最新預告 展示了兩個中年男人硬核帶娃的日常 看似不靠譜的行為背後 是對孩子的滿滿關愛 是的 近幾年 像《人生大事》 《奇蹟笨小孩》等影片當中 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兒童角色 他們的童真為影片添加了一抹亮色 與影片主角的暖心互動 也直達觀眾的內心 希望這一次《無價之寶》 也能帶來歡笑與感動 追隨影人《圓夢之旅》 見證金雞 榮耀時刻 繼續為您帶來《提名者說》 第3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提名者》系列訪談 郭帆指導的電影《流浪地球2》 獲得了最佳故事片 最佳錄音和最佳美術三項提名 四年前《流浪地球》就曾斬獲 當年《金雞獎》最佳故事片榮譽 今年續作再獲提名 郭帆也十分期待 中國電影報導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導演郭帆 很榮幸憑藉《流浪地球2》 成為第36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最佳故事片《提名者》 我們仍然有一個最後的機會 和我們一起參與 但現在是死亡 我們的人一定可以完成 很激動 因為我覺得能夠得到 國內最專業的獎項的提名 特別是金雞獎的提名 我們對於每一個電影創作者 都是心還感激 同時是很高興的 第一時間我們就在群裡 對大家全公佈了 然後做賀土 2019年郭帆打造的《流浪地球》 就獲得了第32屆中國電影《金雞獎》 最佳故事片獎的榮譽 4年之後 憑藉《流浪地球2》再度入圍 郭帆心中也期盼著一份新驚喜 其實很多情況下 我對這些獎項 我是景仰的 但是我不太敢去想這個事情 因為我怕想多了 我可能會有失落 所以我就特別期盼 它像等待一個美好事情發生前的那種狀態 我希望開幕的一刻 也許是個驚喜 對 能保持這個驚喜的狀態 如果開幕那一刻沒有得 也沒事我們就繼續努力 就希望 不是還有第三集嗎 對 希望第三集能拿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發展 和科技水平的提高 科幻電影也在不斷面臨新挑戰 作為備受關注的國產科幻電影 《流浪地球2》 在第一部工業水準的基礎上 結合全新技術手段 進行了多維度的製作升級 我相信會再次看到藍天 數字生命是劇情中的那個現實中搞不定的 人工智能確實在21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做常識了 我們可以看到電影中的 包括那些演員的這個聲音的修復 包括面容的變年輕或變老 就是簡靈與增靈的這個技術 都是用人工智能去經過數百萬代次的迭代去學習的 那大概是半年的時間 把這些演員的過往的這些電影啊 電影劇的作品 去通過那些學習 能夠呈現出來這個節目 我們當時覺得還挺有成就的 而且我特別為我們自己的團隊去感到驕傲 從行星發動機 太空電梯到人工智能 數字生命 導演郭帆力求用中國工業講述中國科幻故事 他也在這條科幻之路上繼續深耕 探索更廣闊的空間 包括我們前兩天公佈了那個14個短片啊 也是想通過這14個短片 我們去嘗試應用這些新的技術 這些新技術應用之後 如果真正可以完成這個降本增效的話 那麼第三級我們也可以去幫你討論 希望我們通過這個方式能夠初步的先摸索一下 這個在工業化3.0時期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一個工作瘤 以及我們的工作的結構 組織架構去完成這個迭代吧 八年時間 郭帆打造了兩部流浪地球系列電影 探索出一條用中國科幻講好故事的製作模式 也贏得了廣大觀眾的熱愛和支持 其實很感謝觀眾啊 就是我覺得是因為有他們 才會有這部電影 是他們的支持才是我們的動力 我們都下用了為什麼還在改 是因為還有觀眾在去提出問題 他們有時候會去真正地去看 然後去飛機裡面的點 每當他們發現有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對於我們來講是最大的一個尊重 他們很認真地去看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不希望讓觀眾失落 我們就盡可能地去回應他們 然後我們盡可能地盡我們的所能 我們去把它做到更好吧 這可能是我們去拍科幻電影的 一個意義所在吧 是因為他們的熱愛 除了《流浪地球2》 駐為本屆經濟獎三個獎項之外 由郭帆擔任監製的電影《萬里歸途》 和《宇宙探索編輯部》 也獲得了多項提名 在郭帆看來 電影人要守望相助 團結並進 首先我覺得是一個傳承的關係 因為我入行也是很多的前輩去幫我 才能一步一步出一個 完全什麼都不懂的小白 慢慢地去學會拍電影 學會如何去做一個導演 那麼當我有一定經驗的時候 我也希望能夠把我的經驗分享下去 能夠幫助更多的年輕導演 然後能夠完成他們的夢想 另外就是大家是比較團結和 心靈相吸的 彼此之間我覺得是 能成一股神去往前走 十年前李天輯選手 這真是一個輪腿 昨天電影《困獸》 在北京舉辦首映室 導演彭發寫一眾主演道場宣傳 鍾翰良 張兆輝 在分享合作感受的同時 還重現了片中的 對峙明場面 電影《困獸》 講述了千禧年前後 虎城多方勢力展開 驚心動魄對決的故事 片中張兆輝扮演的四爺 和鍾翰良扮演的江文峰 有著非常多的對手戲 第一次面對面合作 非常容易投入 很有默契 打的時候 就是不是你死 就是我忙的那種 有一點意猶未盡的感覺 想繼續再可作 因為我們真的太 自己上都是比較好相處的 但是在鏡頭前面 就是不能太好相處 電影《困獸》中 鍾翰良和張兆輝 還因為胡幸兒的角色 有著千絲萬縷的情感羈絆 首映現場 二人在線了片中的對峙明場面 我被革職了 不會再貂蝉良華盛集團 也不會再對亂有危險 放過我吧 《2023北京之夜》 暨中國電視劇盛典啟動儀式 近日在北京舉辦 導演鄭小龍 演員董子健等人 現場推薦了《南來北往》 《大江大河三》等 即將播出的新作 為期四天的 《2023中國電視劇盛典》 正式啟動 將推出多場主題論壇 行業沙龍 《大石班》等活動 當晚最受關注的新劇推薦環節 對《上甘陵》 《南來北往》 《大江大河三》 《昆蓬激浪》 歡迎來到麥樂村等 多部全新劇目進行了推薦 一個有希望的民族 不能沒有英雄 一個有前途的國家 不能沒有先鋒 《南來北往》由鄭小龍指導 講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 我國鐵路公安干警 掃黑除惡打擊犯罪的故事 我並不認為題材上的創新 就是最重要 實際還是內容的創新 我覺得《南來北往》 講的最好的是 講改革開放初期 改革開放大潮 各種思想的碰撞 《大江大河三》的主演 董子劍 則分享了她在三部曲中 角色的變化歷程 她無數次跌倒 但無數次又自己 非常堅韧地爬了起來 為了尊嚴 為了一個家庭 為了對媽媽的一個承諾 然後大家也期待一下 《大江大河三》 這個小羊饅頭 終於變成一塊小羊石頭 接下來為您送上一組 新鮮資訊 今日首部中巴合拍影片 《巴鐵女孩》 在巴基斯坦國駐華大使館 舉辦了看片會 即頒獎典禮 巴基斯坦國家遺產與文化部 部長賈馬爾沙 和巴基斯坦駐華大使 莫英哈克共同出席 共同為影片《巴鐵女孩》 頒發巴基斯坦文化傑出貢獻獎 影片講述了 赴巴參與水電站建設的 中國女工程師與巴基斯坦 當地女孩因足球結緣 相互幫助 並最終實現彼此人生夢想的故事 日前 第十八屆羅馬國際電影節 首屆中國電影單元 在羅馬電影之家舉辦 多位中藝電影人出席活動 大家從不同角度 對兩國電影市場現狀 和拍片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展開探討 話劇《我們的故事》 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開演 作品由《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傳承》 《我們的舞台》 《我們的新時代》 四個篇章構成 以鮮活而深刻的藝術表達 展現出北京戲曲藝術職業學院的 發展歷程 看到我們的學生的變化 看到我們這個校園的變化 從松百安到馬家鋪的 這樣一個時代的變化 這樣一個回憶 看到這些年輕的孩子 看到他們在舞台上的這種表演 刀槍劍擊 俯約勾插 我覺得非常的好 包括唱片做打都非常的好 就是接班嘛 還要靠年輕人 現在是全有家居互動話題時間 今天的問題是 困獸的導演是誰 登陸《中國電影報道》 官方微博積極參與話題互動 您就有機會獲得 困獸的電影票 更加幸運的觀眾 還將獲得 由全有家居提供的精美禮品 祝您好運 更多精彩內容 請關注1905電影網 下載1905電影網客戶端 新片大片24小時直播 好了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明天22點整 歡迎您準時收看 《中國電影報道》 我是郭偉 我是金澤 明天見 國際話 我們將努力建設一個更加開放 更多元化的娛樂旅遊市場 我看你怎麼洗白 多多欲善